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今年的节日季也不同以往 很多民众改变了旅行计划 但是节日里的出行和聚会等活动 仍然可能带来另一波疫情高峰 美国的医疗机构对此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民众有能做些什么来控制疫情的蔓延 今天我们请到维基尼亚州急诊医生金冲菲医生来进行解读 欢迎金医生 大家好 金生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针对节日季 有可能会继续蔓延的新冠疫情 那么美国的诊所和医疗机构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呢 这里的话我觉得分三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FDA周四的开会 如果能够批准这个疫苗的使用 我想周五大家都会很开心 那CDC层面呢 目前它也出了很多的指南 都是呼吁大家减少聚会 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做一个防护 最近出了一个指南 我在我的逻辑医学公通号上做了一个盖要 就是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除非戴口罩 也就是说自己在家里不需要戴口罩 但是去人家家里都必须要戴口罩 那在医院的层面呢 美国有一点好的是我们节假日是不休息的 就人员的配备呢都是很齐全的 就比如说我们我自己所在的这个Urgent Care的 我们的那个医护人员呢和平时都是一样多的 如果大家在节假日期间 如果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啊 不要觉得医院里面可能人员不够啊 还是应该及时就医 是 那另外我知道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民众在节日季都是减少了旅行的安排 那您刚才也说您已经对这个在家里进行聚会 提出了一些建议 那么如果对一些比如说必须要出行的民众 对于他们安全地度过这个节日季 您有哪些建议呢 首先呢是一个就是认识上的提高 因为还是有好多人觉得这个新冠啊 它就是一个重感冒 其实是不是的 我在门诊呢 几乎每天都要看五到十个新冠的病人 他们也跟我讲述了很多这种悲痛的经历 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 另外呢就是防护上 大家可能都要做好口罩啊 手套啊 社交距离啊 洗手啊 这些方面 还有个大家可以做的 现在大部分人我觉得可能都完成了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 但是呢可能还有些人还没有打的 这些人的话我还是建议 在节假日前把流感的疫苗先打起来 因为最新的数据表明呢 这个流感的疫苗对新冠也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等到新冠疫苗来的时候 再把新冠的疫苗打上 好那您刚才说到您在门诊这个接待病人的情况 现在您的诊所有没有遇到 比如说医护人员这个数量比较少 或者说难以应对这个病人数量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的诊所呢 最近的确是过来做检测的人突然的增加了 因为可能跟节假日有关系了 因为凡是有这个新冠暴入的 亲密接触的 很多人都会过来做检测 在检测的人 这个病人这个数量呢 是明显的增多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Urgent Care 应对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也通过一些简化流程 一些就是适当的措施 就可以提高了一些效率 好那么在这个疫苗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和英国 以及其他多家制药厂的新冠疫苗 都是频传捷报 尤其是辉瑞 像您刚才也说了 可能是马上可以获得批准 投入紧急使用 但是毕竟我们知道 第一批的这个疫苗数量是有限的 那么作为民众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的来看待 疫苗给疫情带来的转机 这里的话我想前段时间 很多人还提出质疑 就是英国批准了 这个美国的FDA效率怎么这么低 这里其实我还是想给这个FDA说一句话的 毕竟FDA它是全世界最严格的 这个监省机构了 然后它会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 在最大的程度上的保证 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那大家如果是对MRNA的 这个首次的这种使用表示担心的话 比如说它的一个长远来说 它会不会对基因有影响 这些的话我觉得 目前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的 就是长远来说 我们都是不确定的 但是短期来说 如果不打上疫苗的话 感染的风险是很高的 这一点我们是确定的 那最后我想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效呢 跟疫苗的本身是有关系 现在能达到95% 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另外一个就是和接种的人群 到底有多大 也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接种的人越多 就可以最快的控制疫情 最后还有一部分人 他比如说担心 这个有新冠疫情之后 是不是回不到以前的正常生活了 我这里是非常同意的 因为这个疫情相当于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健康科普克 能够大家的健康意识都会进一步的提高了 如果我们能够走过这个疫情的话 我们必定可以走到更好的生活 好的 非常感谢金冲飞医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